控制意念 修善念 戒为菩萨之本 一个真正能学佛的人 首先要学会守戒 我们人生所有的种种苦难 和不能克制的欲望 都是因为没有守戒造成的 大家想想看 家庭的破裂 是不是因为没有守戒 如果懂得守戒 懂得克制 懂得相互原谅 就是把自己的戒律 牢牢地放在心中 你就不会去造种种的恶业 所以 一个不懂得守戒的人 就会造成自己心中 时时刻刻地不安宁 好比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如果你不懂得 遵纪守法 你任何时候都可能会让自己犯法和犯罪 实际上 戒犹如自己头上住着一位菩萨 时刻在关照着我们 很多人的毛病 就是没有感觉到菩萨在自己的心中 所以才时时刻刻地会有恶念出来 如果一个学佛人 时刻都知道 想着 头上三十有菩萨 就不会任性地去贪嗔吃 去犯这些 有情众生的罪孽 有情众生的罪孽 实际上就是构成了业障 因为当你去伤害别人的感情的时候 就是你心中有业障 很多人以为在戒律上 没有明确地讲伤害对方的感情 但实际上 因为你没有戒律 所以 你已经伤害了别人 并构成了业障 我们要有很大的慈悲心 去去除我们自己心中 这种不干净的 有恶业的报应 在末法时期 人如果不能守自己的戒律 不能让自己的心常常干净 在人间会受到两种夜暴 这两种夜暴 我们都已经看见了 第一种夜暴是短命 第二种夜暴是生病 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不停地去杀生 不停地去吃活的东西 是不是会吃出病来 很多人生肠癌 就是吃出来的 很多其他的癌症 也是吃出来的 很多人不守戒 天天发脾气 天天恨 难过 跟他讲 要学会化解冤结 他还是天天生气 最后就生病了 这些病和短命 实际上就是 我们说的 你犯了戒 当一个念经学佛的人 突然之间脾气很大 突然之间不能控制自己 实际上他已经在犯戒了 所以学佛人不能发脾气 学佛人不能有自私的想法 学佛人心中要有着众生 师父还要告诉大家 不正当的 起心动念 都是犯戒 今天 你可以让我不打人 不骂人 嘴巴不动都可以 但是 你心里在打人 心里在骂人 心里恨别人 你已经犯戒了 学佛人修心 是修的内心 就是要把内心修干净 意念起了贪爱 其实就是犯了淫戒 所以 当看见同修也好 当看见异性也好 只要你有了贪爱 你已经犯了淫戒 师父跟你们说 学佛人 不要盯着异性多看 因为 这是一个 犯戒的根啊 过去说 六根不静 就是心不清静 所以 少看少烦恼 很多人说 我只是听着人家 在讲那些 不好的 下流的笑话 我在边上 没有讲话 但是 你心里在笑 在开心 你已经犯戒了 所以学佛 非常难 学到后来 完全是一种 境界和意识的转变 一个人能够 变得高尚 一个人能够成为菩萨 他不是靠的 外在的样子 而是靠的 内心 要控制好 自己的意念 连意念当中的 大妄女 小妄女 都要去除 很多人脑子里 喜欢说谎 所以他就说 是的 我对你 真的很好 心里却想 我很恨你 我恨你 恨得不得了 这就是大妄女 所以 讲不真实的话 想不真实的事 就是妄女 这些菩萨都会来管的 要懂得 意念干净是最难的 因为意念不干净 会影响到 你的思维 之后 就影响你的行为 行为之后 就会影响到 你的口业 身业 想一想 任何事情 不都是从乱想开始的吗 每个人都是先想了 然后再做的 有些人想过之后 而且想得很深 就做了 这就是 人为什么会常常活在 后悔当中 学佛要忏悔 而且要大忏悔 人才能要回自己的净 就是干净 一个人不彻底的 把自己的毛病忏悔 你的人 是不会干净的 我们在人间学佛 真的很难 当你听到 一则消息 如果没有证实 这则消息的来源 和可靠性 你就去传播了 这也属于妄语 很多人都不懂 他们以为 妄语就是自己吹牛 实际上 你去传播你听到的东西 如果你听到的 这句话本身有问题 你去传播了 你就有问题 你就已经有业障了 所以学佛后 已经难道 很多人连话都不敢讲 因为他知道 出口就是业 所以境界修得越高的人 话越少 为什么法师开口就是 阿弥陀佛就是这个道理 他们无语了 他们没有办法讲 任何的话只要讲出来 就会有业障 不要说讲了 就是当你听别人说的时候 如果你的脑子在动 你就是犯戒了 所以很多有智慧的人就会说 你不要跟我讲 我不要听 因为听了之后 我会乱想的 这个乱就是杂念 杂念一多 这个人就修不好了 一个人最难的 就是不要去听 不要去说 不要去传话 不要去乱想 人的很大的一个毛病 就是乱想 无中生有 是怎么会有的呢 就是想的 他越想越像 他就把想象的 当成事实了 最后一笑大方 所以人很可怜 以为自己很对 拼命地去想那些 能够适合自己思维的 一些理念 能够凑合自己 让自己心中 得到宽慰的 那些杂念 那些垃圾 只要是对自己有用的 他全部放在心中 这就是 人为什么会害死自己的原因 很多忧郁症病人 就是不停地去想自己 认为是对的事情 而且不停地去想象 自己明明不对 但是他又认为 自己是对的事情 还有一个最危险的就是 不停地去想象 那些没有 但是在他心中 已经存在的一些幻想 要懂得 我们人不能因为 自己已经有了这个因 就对果停之认之 因为你种了不好的因 所以当你的果 要夜报的时候 你必须来改变它 就是自己种的因不好 有果了 你也要想办法把它改变 所以 人在这个世界上 有的人家里不穷 心里很穷 经济上不是很穷 但是 心里特别的伤啊 精神上都不踏实 就是心里贫穷 当一个人心里 觉得这个世界 对他 没有希望的时候 实际上 他就失去了这个世界 当一个人 认为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意义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这个世界 师父跟大家讲 我们自己 这辈子很穷 而且这辈子 继续舍不得 去帮助别人 不喜欢和别人交往 你这个人 就是在造下辈子 很穷的因 所以 很多人就是 没有广结善缘的缘分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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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